2010年南西江杯全国象棋甲级联赛 日前进行了第八轮的角逐 广东碧桂园队在主场以6比2大胜浙江队 取得本赛季首个主场胜利 今年象棋联赛 志在争金夺银的广东队开局不顺 第六轮在主场不敌上海队 积分排名跌至中游 面对由年轻特级大师赵欣欣领军的浙江队的挑战 乐队摆出了最强阵容 休战多轮的主将吕青是亲自披挂上阵 不过他仅与对方小将王竹锋一和 而另外一台许盈川也没能从浙江主将赵欣欣身上占到便宜 也是早早成和 关键时刻 广东队另外两位棋手李洪佳和黄海玲及时挺身而出 双双将对手擒落马下 为广东队锁定胜局 这样广东队随以两胜两合的战绩赢得一场久违的胜利 赛后吕青表示 广东队的这场胜利意义重大 尤其是黄海玲 李洪佳双双取得本赛季的首场胜利 大大增强了全队的信心 希望他们能够延续这一好的开头 在下一轮争取客场 班导领投扬北京队 为了丰富广大机关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企业管理人员的业余文体生活 喜迎第16届亚运会在我省举行 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 推动汕头市和谐社会建设 由汕头市直属机关公围 汕头市体育局 汕头市围棋协会联合举办 泰恩康碑 汕头市第三届围棋名流赛 日前在汕头市举行 参赛选手是来自汕头市各单位的副处级以上干部 或高级知识分子 企业管理者 共60多位 比赛分三个组进行 经过两天的激烈比赛 积分前八名的选手 获得本次比赛的奖励 而对于此次比赛 参赛选手更看重的是比赛过程 许多选手说 今天的比赛比的是技术 教的是友情 泰恩康公司给予了大力支持 让汕头市的围棋爱好者 有了这次交流经验 相互学习的机会 他们之间通过此次比赛相互学习 不仅提高其意 增进了友谊 对汕头市围棋的发展 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每个星期的固定时间 在这里又与您见面 今天为您带来的棋盘节目 仍然是2010年 全国南西杯 向其假期联赛 广东队主场 对阵直江队的一旁对局 那这旁对局呢 是由我直线队成拙 请看实战 我的对手呢 陈卓呢 虽然呢 不是大师 但现在呢 也是自将队呢 呃 的绝对主力 那自将队呢 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那队中的领军人物呢 赵欣欣特级大师呢 呃 年龄也不过二十几岁 那平均年龄呢 好像只有二十二岁 是整十二支双赛 向甲双赛队伍中 呃 平均年龄是最小的 非常有冲劲的一支队伍 那现在呢 在赛前呢 我也看了陈卓呃 呃 的一些对局 呃 那我选择的这个 巡河炮对局呢 呃 也是希望能够把战线 拖长 那现在 就形成了一个 呃 常见的一个中炮 呃 巡河炮对屏风马的一个布局 那这个时候呢 黑方选择马七进八呢 呃 也是呃 陈卓一个比较喜欢的下法 当然 除了马七进八呢 还要考虑啊 向山进五 向七进五 呃 都是可以考虑 甚至炮八瓶九 呃 这个时候也有人下过 啊 马七进六 等等 当然 这个马七进八呢 也是 呃 骑手 公认 呃 是最 呃 最符合 现在目前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最好 印法的一种下法 就是马七进八 红方呢 选择炮瓶六 那我这个时候选择炮瓶六呢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的 呃 因为呢 炮瓶六呢 呃 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 呃 平稳的一个变化 当然了 这个 如果你不选择炮瓶六呢 你可以选择马七进六 呃 这个马七进六呢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功法 或者说啊 居进一 呃 呃 都是可以考虑 那我选择炮瓶六呢 呃 既希望于把站线脱长呢 呃 呃 那又既希望 呃 在 其他台词上呢 广东碧桂园队呢 能有所突破 当然我们呃 所指的突破的台词呢 很明显呢 就是啊 我们的主教练宇青 呃 直线队呃 呃 可能 呃 赛前也没有准备到 我会下之后下法 那他选择居八进一呢 也是 呃 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法 当然你这时候不选择居八进一呢 呃 呃 在营网对局中呢 还曾经出现 下三进五 呃 呃 下三进五之后呢 炮二退一 呃 黑方还有这样的一个构思 呃 这样一个构思呢 就是把左 呃 黑方这个左路 呃 这个二路炮呢 呃 呃 呃 长时没有用的二路炮呢 呃 调到这个七路线来攻击红方这个三路嘛 啊 以后呢 会通过炮平七 啊 居平二 向攻击红方这个三路嘛 这样的棋呢 黑方呢 是比较尖缀的一种下法 那现在 黑方选择这个居八进一 红方向三进五 黑方在向三进五呢 很显然 黑方呢 也是希望呢 就是呃 局局面呢 并不要太过激烈 也是呢 希望呢 这个局面下能够呃 呃 更容易掌握 红方这个时候 居九进一呢 在这个局面下呢 呃 也是必须下 当然如果你选择四四进五呢 可能会感觉上比较 这阵型更加呃 呃 整齐和呃 牢固 但是呢 由于红方这两个居呢 都没有出动 感觉上这个线索呢 呃 并不是有多大 那这个居九进一呢 很明显 下一手就居九平四 呃 攻击黑方这个八路嘛 那黑方怎么应付呢 黑方居一进一 黑方见到你 红方这个时候呢 下一手要居九平四 那很明显 他这个这个居一进一呢 呃 原来在这个局面下呢 我们广东碧桂园队的黄海林大师呢 呃 曾经直线呢 也对过青岛的 呃 江一支 呃 那当时呢 黄大师的选择呢 是居一进一 呃 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呢 是选择 呃 马采兵 那交换王之后居平了 呃 红方呢 还是有 呃 那我选择的是居士近期 呃 交换之后呢 不是 黑方这个时候呢 也是下得非常稳健 黑方这个时候下了泡河退额 呃 这首泡河退额呢 是一部好棋 呃 看上去很平淡的 呃 平淡的一首棋 但是呢 黑方这个时候呢 泡河退额之后 泡河平三 下一首棋泡河平三之后呢 假如黑方能够走泡河平三 然后再逐三进一 能够走到这两首棋的话呢 呃 那这个棋呢 黑方这个形式呢 可以说呢 也是非常成功的最后手方 那红方呢 肯定也是看到这个 黑方有这个手段之后呢 红方这个时候呢 选择撞兵 呃 这个兵三进一呢 是必须下 你始终呢 哪个兵呢 呃 不兵三进一走出来之后呢 你这个泡河进入呢 就显得啊 落空了这个计划 你这个泡河进入呢 最大的计划就想 兵三进一的撞兵 那现在这个撞兵呢 正是时候 交换之后 红方 黑方泡河平三 黑方呢 很明显 黑方这个计划呢 仍然按照黑方这个 呃 计划中实现 现在泡河平三之后呢 逐三进一撞兵 红方这时候怎么办 红方这个时候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呢 就是我实战中的兵一进一 当然 还有一种呢 更稳健的下方呢 就是居平四 对居 那你黑方肯定是交换 那选择交换之后呢 红 黑方再冲兵 你再交换 马七进六 黑方这个时候可以选择 泡河平四 或者泡河进二 如果是这样的局面呢 我们看这样的局面呢 很明显 这双方呢 不出意外呢 就是一旁合 因为 啊 子力相当 兵也是一样多 那这个局面下呢 红方的位置 又不是说比黑方好 那很快 如果是这样下法的话 那双方很快就要牵制合棋 临场中呢 我也是考虑了这种变化之后呢 我也觉得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合棋呢 作为先手方呢 肯定是不愿意 那广东碧桂园队呢 在之前的比赛中呢 成绩呢 不算特别好 那特别是上一个主场呢 是在主场输给了上海队 那这场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那作为职先方呢 我们这场是主场四个先手呢 那当然是希望你说 每台呢都有一定的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临场中呢 我并没有选择居平士 那选择了兵衣静衣 这首兵衣静衣呢 其实也是 照后面看来讲 这个风险也是挺大 当然这个兵衣静衣呢 虽然比居平士呢 有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 如果黑方选择的 比较简明的话呢 也是用处不到 黑方仍然冲兵之后 红方这个兵衣静衣之后呢 黑方这时候有 其用下法 首先呢 如果是主九静衣呢 就是实战一火 我们就会说 假如黑方这时候 有马八退六的话呢 如果是 假设黑方 虽然马八退六的话 红方有个炮三平士 正因为红方有自首炮三平士 所以红方才 这个兵衣静衣才成帝 下炮三平士之后 无论你去躲到哪里的话呢 红方可以吃兵 那你炮打 那红方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倘图这个兵衣静衣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黑方有这个炮三静衣打向 红方只要很简单 马七静六 蹬出去 如果是下到这个局面的话 红方呢 毫无疑问 红方呢 是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选择逐九进一 红方居一进五 如果是这样吃过来的话呢 下那棋呢 红方呢 这个子力 明显比黑方 又 那位置又好 那黑方呢 如果是不选择 逐九进一 选择炮八平九的话呢 红方仍然可以通过 居一平二 居二进六 抓马这种棋呢 来达到对黑方这个攻击 黑方这个六路马的一个 作战思想 所以呢 黑方这个马八退六 这一手棋呢 表面看呢 是一部妙手 其实呢 并不是很成立 黑方呢 想了很久之后呢 下了九九进一 这手呢 是比较稳健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这个时候呢 不能误走 炮一瓶九 因为红方仍然有个居一瓶 抓马 如果你仍然马八退六 他也是炮三平四 当然你可能不能马八进七 因为有个兵一进一 先手吃炮的气 所以呢 黑方这个时候选择 逐九进一 红方居一进五 实战中黑方马八进 当时在我临场看来呢 黑方其实这个时候呢 假如球稳的话呢 可以选择居六进三 当然 作为一个年轻骑手呢 陈卓呢 也是非常充满 朝气的 他这手马八进六呢 虽然看上去呢 给红方一个机会 但是呢 自己呢 本身 也看红方如何应付 假如红方应付的 过于凶悍的话 那黑方呢 也是有一定的仿击机会 那我们看 假如是马俱六进三 会怎么样呢 红方这时候 毫无疑问 肯定是马俱六 先手一蹬 黑方可以选择 委屈一点 G六平七 躲开一手 是这样的棋呢 看上去 黑方这个G六进三 G六平七呢 是有点委屈 但是黑方这个得到补偿 就是现在逐三进一 跟红方交换 红方如果选择这样 冰三进一 那黑方可以选择 炮三进四 下一手棋 G七进一 G一平 交换是何棋 假如你躲开 随便躲开的话 他炮到平七 交换 这棋呢 应该是一旁合棋 你交换之后 他马八退七 一蹬 位置虽然红方好一点 但是黑方这个阵型呢 也是非常牢固 黑方并没有选择 这种下法之后呢 黑方选择这个 马八进六呢 其实呢 也是一步 比较好的选择 看上去呢 给红方一个机会 那红方这个什么机会呢 红方我这时候呢 我实际上这马七进六 当然我也是 受不住这个引用 如果你不选择 马七进六的话呢 你选择马三进四 这样交换呢 那这个棋呢 黑方就仿先 我们看一下 假如是这样的交换的话呢 黑方就仿先 你只能冰尺过去 他炮一打上来 这里有个打底下 把你炮吃了 这样的棋呢 黑方呢 毫无疑问 是一旁仿先的棋 所以呢 红方这个时候呢 怎么也不能选择 这个马三进四 那红方这个时候呢 当然如果你求稳的话 红方你可以选择 冰吃锅之后呢 交换之后呢 再马七进六 这也是可以选择 那这样的棋呢 可能就是会 也是以接近一方合棋 红方这个时候呢 选择了是马七进六 黑方 冰三进一 黑方这个时候毫不示弱 红方马六进四 黑方马六退四 这个时候呢 平常呢 我有一种考虑呢 就是马四进五 但感觉上这个气质呢 并不成立 时机并不愿意成熟 我们看一下 假如是这样灯向的话呢 你在居屏上 那看上去呢 这个形式下 有个炮打底下 感觉上呢 红方呢 是挺公式挺大 其实黑方可以毫不理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打底下的话呢 黑方可以降五进一 上老将 他不补士 补士牛炮商 平一先手 他上老将之后呢 下一手拒就平去对女拒 而且黑方这个子力呢 每个子力都在一个反手要点 反观 我红方呢 虽然多两个像 而且你跟老将上 但是红方毕竟少一个大子 这样的棋对红方来说呢 应该可以说 那些气质是不善成立 那我们看 如果是说 可能有些 朋友说会问 假如这个时候 冰七平六 你是不是可以选择 居商 这样装双呢 其实并不是装双 因为 他可以选择 居六平八 当然你这个时候 还可以选择 炮三平二 那一瓶炮 那一车 那所以呢 黑方这个冰三平四 他不一定冰三平四 他可以直接选择上架 逼你表态 假如你是打底向的对冰 假如你进鞠的话 多躲炮 这样的棋呢 丢个大子呢 还是不是很成立 林场呢 我也不敢选择这一楼变化 那我选择是居平二 先抓一下 那这一手棋呢 下一手就马登下 这躲炮是必然的 马三进了 马三进了之后呢 黑方这个时候选择 居六平七 黑方呢 也是下得挺快的 而且呢 这个感觉的 这个思路呢 是非常正确 因为居六平七呢 第一呢 是随时有个居七进商 跟你交换居 当然这个时候 居七进商呢 还不是很成立 因为毕竟是吃完相 对冰之后打底下 那他可以选择 以后可以选择 冰三平二 瞄着底下之后呢 有这个三路炮 你这个也必须应付一手 那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我看了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 没有退路 假如我这个时候 选择一位的强攻的话 马四进六 那黑方呢 可以选择 马四退让 这样的棋呢 看上去 红方这个卧槽马 还是挺凶的 但是由于黑方 有这手马四退让 这个阵型呢 是非常牢固 下一手棋呢 他可以炮九平六 继续防守 那这样的棋呢 黑方多个兵 始终 红方这个棋呢 是有危险 那我 看到这种变化之后呢 我只能够选择 四五进四 四五进四呢 很明显 下一手棋 炮六退一 打局 黑方不让 红方这个计划实现 那否 红方呢 仍然是按照这个计划 你这时候不能炮六退一啊 他有个打底下 只能先躲一手 两三步棋呢 双方都 都是围绕 红方这个炮六退一 这个作战计划 红方是一直想实现这个计划 而反光呢 黑方呢 是不让红方实现这个计划 冰三平二 马四进三 红方就说马四进六 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能让红方 黑方这个马四退二 这个计划实现 只能够通过撑势 飞向 引诱黑方这个马 跳下之后呢 我这个马四进六 才得以实现 毕竟你少了个马四退二之后呢 你这个G是动不了 因为如果你躲开的话 这将是死G 黑方这个时候呢 下了一手是 马三进一 黑方呢 也不理那么多 反正呢 看到你红方 毕竟这个攻势呢 并不是很明显 那这个时候呢 且胀且吃 因为对于黑方说 每次一个子呢 对以后这个胜利呢 就能够更进一步 红方这个G二平四 我看了一下 这个G二平四呢 你可能也是 目前这个局面下呢 可以跟黑方抗衡的一种下方 因为如果你走其他的话呢 黑方可以打僵 或者说马一退三再倒回去 那这个G二平四呢 为什么黑方不能打僵呢 因为黑方打僵的话呢 我放了个出降 出降的话 那你吃 吃到落实 因为这里有个叫 底下 底下叫杀 如果你退下炮 他有个马二进三 蹬下去 你不能吃啊 吃一打僵 再僵叫杀 正是有这首棋呢 黑方呢 也是看到这首棋之后呢 黑方选择了炮九退一 先防守 红方 仍然选择出降 黑方炮三进一 红方 可以说呢 这几首棋呢 都是在双方的算计之内 红方仍然是既希望打通这个四路线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选择交换呢 那肯定是不愿意 因为有什么对局吃吃底四 你只能推跑 那红方很简单 随便马登下去都可以 这样的棋呢 红方这个攻势还是挺强烈的 那黑方这个时候呢 选择的是 马一退三 马一退三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轮不到我 任何的一个犹豫了 这是什么马尽 当然 赛后呢 我也看了一下 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时 可能可以考虑 继续向我进气 继续更凶悍一点 因为你这个时候呢 在我实战中呢 我这个马二进三呢 是第一感觉的起 那这个向我进气呢 风险是很大 因为毕竟这个 首先这个底线是漏风 其次呢 这个足够二进三呢 黑方有吃的像 但是这个临场 由于我时间停呢 也不敢去考虑自首期 只是在隐隐约约的感觉中呢 有这个念头 最后我选择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黑方是选择了 马三进二 黑方选择G7进二 为什么不能马三进二呢 因为马三进二呢 首先 红方可以打 好 第二呢 红方可以较将 再登 这样就得止 你不能躲啊 躲着 啊不 你如果你马三进二 红方很简单 马三进一灯向 按到一间方 鞋就崩溃了 那选择了 交换 G7 黑方这时候呢 不能足够进一 因为有个炮式频率 叫底下 叫吃底四 这样是绝杀 所以只能马三进二 大家交换之后呢 G4平一 G7进三 其实这个旗呢 红方虽然多一个指 但是客观来说呢 黑方呢 反而是觉得说 黑方这个多兵多相 啊 这个啊 也不是很难下 所以我这个时候 只能炮四推啊 G4中兵 G34中兵多了 假如是选择具有平一呢 那可能是一帮合起 那下到这里呢 黑方呢 我估计呢 陈珠还是有一点想法 主发进一 不是 落下 其实我实战中下这个炮西平一呢 并不是什么好起 感觉上还是得 G8进二比较稳健一点 炮四平一呢 黑方下这个G5平九呢 我认为呢 是这盘棋是最不好的一手起 那黑方其实可以选择马上进五 那更强 啊 更积极 马五进七马上 啊 这样 交换之后呢 黑方这个时候呢 选择这个 这几手起呢 可能都是时间比较紧 所以黑方呢 下得不够紧凑 黑方这个时候下了一步败招呢 就是G8平九 这个时候当然你不能G8进三 因为常抓 那黑方可以选择下其他的 啊 G8进 平局着 一打 泡酒 泡一瓶酒 翻跳马 打姜 打姜 冲 打这个好奇 那马六退八 啊 这平局 姜 出架 吃 大老师 那这样呢 这样的棋呢 平局 啊 吃下 下到这里呢 其实呢 就是一盘 啊 红方呢 红方呢 就取得胜利 啊 对于这样的 呃 在后面呢 还是下了几步棋 那这样的棋呢 红方呢 取得胜利之后呢 呃 也是帮 啊 广东碧桂园队呢 啊 锁定了胜局 好了 奇迷朋友们 啊 本期的棋牌院到此结束 啊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一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